你好永远 什么会儿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 我是从B站看那个走线过来的 有一话让我一下说 你家财通网嘛 都走多长时间了 该走的 是是我才看到 然后呢 里边有一话让我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说 那个走线嘛 咱们那帮哥们比较爱国嘛 把医疗为什么跑美国去热泪盈眶 医疗说我们这帮哥们为啥走线过去 非常 谁说这话 非常怪我 感谢社会上闲逛呢 海洛之心 你是听谁谁说这话了 你B站没有合集吗 我说的啊 对 实际上他们沟通不了 我 实际上他们没有沟通 沟通不了 他们在云林里面 没有手机没网 翻译器不好使 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 第一的话 中国人想跑美国的 他在这个路途当中 这么不爱国的情况下 和所有叛逃去美国的这些人 中国人这么垫底吗 首先我跟你这么讲 因为在自己家生存不如意 然后选择上别的国家去的人 全世界有多少 我可以告诉你几个典型 一印度 二 咱家 没有三了 没有三 所以说你说你说再怎么垫底 印度人没有走着去的 印度没有走着去的 那就是中国人垫底呗 那只有咱家大哥垫底 没别人 这个我真不太了解 所以说是像你探寻这个 这个事的最终答案 不是因为这个事源头在哪 源头在老沫 老沫人家 你就记住老沫没有哪个老沫 挣钱了以后不往回走的 就是就是 而且他们不是说 我是像咱们家大哥去 我挣十年前 他们挣一年挣上钱回去花两年 他们更注重的是当下 我们更注重的是未来 明白吧 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十年二十年后的未来 因为你毕竟你有出国的经历吗 我没有 在我的认知里 我感觉是全世界 这些活不下去的大哥们 都在往美国跑 那不是 首先全世界不是哪都有伊林 哪都有独子 哪都有这帮 这帮远程铁粉 明白吧 全世界不是哪都有这些东西的 而且全世界不是哪的人都不禁要问的 明白吧 如果是的话 那旺剑说对了 如果是的话 那美国就成垃圾堆了 你说美国垃圾多还是经营多 好的 是吧 那第一个问题我找到答案了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请向你下 就是 咱们祖国在社会上践行这个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下 咱们践行的是 整成共同体了 你要捞敏感的 咱不行就换地方捞 不 不不 不不 你说这个你说的东西有点 有点 你 你 沾点敏感的 我回答 我回答你的时候会敏感 别太敏感 不用 你现在感觉出来 我是什么样的群体 感觉 你过的也一般 但你感觉自己骨头挺硬的群体 是 但是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我是爱国的 对呀 就骨头硬嘛 骨头软的不软贵嘛 骨头硬的不站着嘛 对吧 过的不 过的不用太好 但骨头挺硬的 是吧 这样 你用一个ABC ABC就是 我们在国际社会 感谢安夏海洛之心 我们在国际社会上旅行的 这个诺言是A B还是C就行了 不你所以说他就敏感了 那你不用回答 我们的志向是清晨大海 那你就不用回答了 好吧 那好 非常感谢你 我们的志向是清晨大海 没那个什么 没有那个 他没有那个太什么 他就是只是觉得就是 是不是只有我们家的这些 不禁要问大哥出去 实际上我跟你们这么说 你不能说老外没有不禁要 我问 但是真正的 如果在你们想幻想一下 比如说他们拿巴西举例 他在巴西本地 如果他是一个 像咱家这种大哥 也天天在互联网 跟人家 这个东西 像刚才评论区打 八二十工作室 也是这种大哥的话 他的选择 会是去去美国 还是选择在本地把这个 把这个就是影响造大 其实跟咱家大哥都一样 都是选择留在本地 影响变大 先试图改变环境 改变不了的时候 说我就上美国去了 他们不傻 他们得到的信息更准确 他们得到的信息 他们他们 他们能看见东西更准确 他们更清楚 在美国能挣美金 但在美国花美金 咱家大哥是不看的 这是他跟咱们家大哥不一样的 咱们家大哥的假设 全都是那些老板 得给他包吃包猪 对吧 你们想吧 如果走下这个话题 从最开始说的时候 就说到了美国以后 你要自己租 租房子也贵 吃也贵 是人家给工资给点高 他会到今天这个程度吗 这个话题之所以延续到今天 前提是咱家大哥认为 那是包吃包猪 对吧 而包吃包猪能是什么活呢 你听过哪个好活包吃包猪 所以他也决定了 他关心这一个话题的人群是什么 不是中介骗的 当然中介也骗 中介其实也是顺坡下驴 我说包听的中介存在这么多年了 中介都该死吧 你正常旅游出去 你当然找中介了 你正常你上哪个国家去 你积民好你当然找中介 中介该死吗 跟中介有什么关系 中介顺坡下驴 中介问你想上哪 你说你想上美国 中介没等问你美国有哪好 你自己都说完了 一比七 刷碗三千 包吃包猪 他知道吗 中介自己都没有美签呢 他也没去过 哥们你就半夜 我帮你填个表得了吧 啊对对你说 对对对 我开个直播 你上连麦了吧 你说吧 不就这个吗 对不对 八小时工作制这个话题 我特别 我不禁要问 就真的那么多人想不通吗 是你自己的妥协 包括刚才聊五险一斤话题一样 那是你们自己的妥协 那是你们自己自己的选择 八小时的工有没有 就现在哪个城市里他也都有 他的薪资肯定远不如996 没错吧 你最后是妥协给996的工作 还是妥协给996的工资 说清楚 对不对 你到底最后妥协的是工资还是工作 你最后妥协的是工资 你想要这个比八小时工作制高的工资 因为你想过得比别人好 对不对 你同样如果我们今天说明天开始 所有工作岗位人全都裁下来 全都重新招 八小时的工作的工资可能就三千 996的工资可能四千五 对吧 你在选的时候你选不选三千的 如果会的话你会 你会在屏幕里面跟着喊 为啥落实不了八小时吗 你肯定是想选四千五 因为啥呢 因为你想比那些挣三千的过得好 而当你干上996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又羡慕人家上八小时有双休日 既要又要 这是一个小孩都懂的问题 我不可能既要看电视 又要玩电 又要玩游戏机 然后又可以不用学习 我妈又不揍我 连小孩都懂的问题 你们为什么这么大了 还不懂 你懂 你故意 你故意这样说 原因是啥 因为你是个巨婴 明白吗 你是巨婴 你纯纯的就是巨婴 你既要996的工资 你又要八小时的工作制的时长 其实等到你真正就算能给你实现的话 你又开始说了 是不是 我们这种学历第一的 我们这种人就是人生而有贵贱之分 同样干八小时的 人家为啥挣七八千 我为啥就挣三千 我没努力付出吗 没工作吗 大家各司其职 你干你工作 你干我干我工作 为啥为啥工资不一样 指定是你们下一个要说的话题 就算所有人现在都干八小时 你就要讨论 一定要讨论 凭什么他们生儿就比我们贵 是生儿的问题吗 你咋不说你16岁刚上高中的时候 你天天投课上网的事了 你咋不说你该上大学的时候 你该上大专学技术 你不学 你天天出去这个有手好闲的事呢 你咋不说你当时找个工作滴了脑子 你就直接奔修车场去修车去的事了 你咋不说别人一说开滴滴挣钱 你滴了个车 你贷款买个车 你就去开滴滴去了 你跟人去卷去了 别人说外卖挣钱不用学历 你就去送外卖 你不说了 完了回头再来说 这个人生儿贵贱高低不等 9小时过8小时工作日落实不了 你们就是这个性质的人 你们就是这个性质的人 不换寡换不勋 记要又要